Esser技巧 这部影片我将要介绍Esser如何建立库存资料表 还有日期自动建立指定的方式 例如说在星期一到星期天 只要是遇到星期天就把它设为红色的文字呈现 再来就是资料表中特定日期的格式设定 资料表的里面资料内容的格式设定 再来最后就是要交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快速建立库存的资料表 那以这一个库存的资料表为例 来去做说明 因为它要达到库存 所以我们会建立日期 举例来说 以色谣有一个特色 就是可能你每一次都要建立一张新的资料表 所以呢 为了日后我们减少建立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日期我要建立四月的库存 五月的库存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四月一号 假设我们现在直接输入 输入完毕之后 然后我们透过是这一个储存格 然后加一的方式来建立 也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建立 例如说一号到三十一号 那如果说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库存 我们就先随便给它一些数字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们希望说 这个其实是要去建立五月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只要去动 D1这一个 它就会自动把日期去做一个 重新的计算 这就是 请大家慢慢要学会 怎么样去把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的建立 不要每个月都重复在做相同的事 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要建立一张资料表 六月的资料表 那我只要改D1这个 比如说我就输入六月一号 那后面它就会自动带出 六月二号 六月三号 六月四号 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建立 这个最日期的资料表的做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